Hello 大家好 高sir又回來了 今天我真的非常感動 這支錶 我足足等了兩年 那是甚麼錶呢 就是Hmose & C的Streamliner 昨天剛剛收到AD的電話 他們說你等的錶終於到了 你可以下來看 我們今天立刻飛奔下來AD看 究竟我等了這兩年 是否值得等呢 那錶就在這裏了 打開箱給大家看看 這支是傳說中的Streamliner Smoked Salmon 我們俗稱三文魚 其實說到Streamliner 很多朋友可能未真真正正接觸過這個錶 或者拿過上手 究竟大家都是一體式的錶帶 大家都是一些高級的運動錶 跟其他品牌會有甚麼不同呢 那為甚麼又會令到我 那麼願意為手後兩年等它的出現呢 我會這樣去說 這個品牌是很特別的 在這支錶之中 是結合了復古 但也會感覺上很前衛 因為它的顏色配置 它的每一個錶帶生產出來的角度 都是很非一般 一般我們會看到的錶帶 它都會直就直 方就方 甚少你會看到 它會有些很曲的曲線 還有每一格每一格 你覺得它是很緊緻地扣在一起 首先我介紹一下這支錶 這支錶的尺寸 都是高Sir所說的 很適合我們去配戴的尺寸 它是40mm Luck to Luck 我就不說了 因為它是一體式 都很難說用哪一點 去做標準去說的 而厚度來說就非常之薄 是10.3mm 我相信它帶了上手之後 非常舒服 而錶面方面就不說了 待會留在後面才說 因為這個錶面是比較特別的 我先講講機芯 機芯仍然是用一罐MOSA HMC-200的機芯 大家會看到有個18K的拼鎖 而這個機芯的power reserve 是72小時 而頻率是21,600頻 而打磨方面 看看一些文獻 他們會說這支 就叫做MOSA的打磨紋 也有其他品牌 他們說這些東西叫做Geneva的打磨紋 我就會叫它做MOSA的打磨紋 而它每一塊甲板的外圍 那個導角都是人手獨立 再把它拋得很亮 如果拿著機芯去看下去的話 在表面上的打磨紋之中 那些是啞色 而菌邊 它是一個拋得很光的令面 感覺上這個對比看下去 你會覺得很漂亮 呈現出來 在上甲板上也會看到HMOSA的揮號 它是挑剔了在這裡 然後上面就是有些金漆去塗上去 它是說錶面的 這個錶面的特別之處 就是很多人會說 為甚麼叫煙昏三文魚 哪一道像三文魚 其實這個錶面很特別 就是不同燈光射下去 甚至乎沒有燈光打下去 它都會呈現到不同顏色給你看 例如如果你說光度不是太高 你簡直是看不到錶面有甚麼顏色 就像一片黑色一樣 但是如果燈光很充足的時候 你打下去 它就會有一點橙色一點 令大家耳明一點 可能叫古銅色的感覺 所以這個煙昏的三文魚色 是非常特別的 看下去 而旁邊的分钟 那個marking 那些度數 當然它是印了白色 好 那我教一教 就錶給大家看看 將船入式的霸底放出來 然後拔一格 當我這邊是領上去的時候 它就順時針方向走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秒針停了 即是這個機芯是有hacking的 按下去 這樣就可以上鏈了 因為這個機芯是72小時的power reserve 通常如果上鏈的話 我會上20手或30手之間 就可以開始戴了 然後當你教完 按下去 領好它 順便給大家看看 我所說的 在不同燈光之下 錶面會有不同顏色的反應是怎樣 譬如我現在這樣打動 沒有什麼光照下去 錶面是不是很暗 但是當它有光的時候 你會立即看到中間這個部分 就開始有些古銅 有些橙色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為什麼說不同燈光 會出現不同顏色 就是這個原因 這兩支針其實是很一貫的 Streamliner 的針 是一個標誌 而在這兩支針上 它是有一個用陶瓷做的夜光延伸 當開夜光的時候 或者晚上的時候照出去 這兩個位置會發出綠色的夜光 這支三文魚的基本配置和設計 我都跟大家分享了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究竟這支錶給我的感覺 和之前它們推出的綠色 標面叫做Matrix Green 或者坊間亦都可能這支錶叫做Green Dragon 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覺得顏色方面各有各好 綠色 坦白說 配在一個不鏽鋼的標殼上 是真的很出色的 標面的底部 它們做了一個太陽光射紋 我們叫做Sunburst 那是比較現代的看法 而這個三文魚 它就不同 它的標面是做了直紋拉絲 是由第一代的Streamliner開始 它們第一代的叫做Fightback Corner 那時候就用這個直紋拉絲 原用到現在 那你再配上這個三文魚色 你看到這裏表面是非常有復古的感覺 如果你問高Sir 兩支錶之中 我會比較喜歡哪支錶呢 很坦白說 我是會喜歡這支錶 我會喜歡三文魚 為什麼呢 三文魚它除了顏色之外 有一件事我很喜歡 就是它那個叫做 像沒有 但是有H-Mode 7NC的Logo 你要很難才能察覺到它 看得到它 或者要令到 不知道為什麼 遮光光了 你才能看到它的出現 那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 甚至乎 如果它是沒有 我也可以的 我就已經將我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了 不知道你又喜歡三文魚多些 還是以前的綠色多些 這個三文魚只會出一年 大概是200隻鬆一點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講一下你的感受 跟高Sir分享一下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